1月13日,十大中文金局奖颁奖礼在香港举行 李克勤、荣祖儿、张静轩等众多明星纷纷出席 古局局和签华都表示非常认同张学友多年前倉导的 将每年的颁奖礼融为一个的想法 而吞瑟则认为是否改变并不重要 能够逐紧那是哪个 如果 能会每一刻被爱过 面对这生活负荷 便又可恋再难也可参加 这就是合招了 还有帮助嘉宾主任,嘉宾真的有请 处理广播,我处长傅小贵主席 记录和大运必然帮我们颁奖掌汉的表演 金培达先生,黎小玲,表演单位我们有同军 有财务会的,协办的单位 其实 好多年前,学友提倡的 香港一个颁奖典礼 就是一个统一的颁奖典礼 我那个时候都非常支持学友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天 那大家有一个统一的 我当然非常期待 那不过现在 既然还没到那一天 那不同的媒体 都有他们的一个安排 有自己的颁奖典礼 我们也是非常乐意的参与 无所谓啦,我觉得 对啊,颁奖典礼都是搞来 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咯 开开心心,皆大欢喜 拿到全国最佳女歌手的容祖儿表示 新的一年希望在演习方面也能有所尝试 她透露最近已经有一个 比较好的剧本正在洽谈中 而刚过新年就绯闻长生的前话 则无奈地表示 呼一狗仔队放过她的家人 现在呢,好像已经有一个不错的本子 可以去谈一谈 那看看谈不谈得成 我去病了一个礼拜 一个星期 结果我听到那个结婚那个消息 我自己马上好过来 我就跟大家说过就是 我还有很多奖没有拿过 很多奖拿过一次以后很久没有机会在她 所以我不舍得能够早去结婚 还有我很喜欢当歌手 所以我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有做 所以我那些新闻是赶不走我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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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节目